好 同学们好 咱们接着来进行工业企业实操的讲解 今天开始了我们讲解第二个模块 工业企业会计核算的内容 这个模块呢 讲的都是一些会计的基础知识 属于基础会计学的内容 那在讲解这个知识之前呀 我们先来给大家聊一聊什么叫会计 也不知道大家在别的课堂上有没有学到过会计的定义 我们回忆一下啊 什么叫会计呢 会计就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所以咱们会计呢 是跟钱打交道的 如果这个事儿不能用钱来表达 我们会计不干 所以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然后呢 他反映和监督一个单位 经济活动的一个经济管理工作 所以我们会计最终是一个管理岗位 我们给他做工资的时候 走费用的时候 我们财务人员的工资费用要走管理费用的啊 就给他定位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会计核算的内容是什么 你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经济活动 那一个单位的经济活动有很多呀 对吧 比如订合同啊 什么制定生产啊 销售啊 采购啊等等 全是 我们在前面也多少给大家提过一句啊 不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会计是不合算的 所以我们得这么说 会计对象是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那一个单位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纷纷复杂很多很多 销售的 采购的 对吧 好多 生产的等等 那我们要把它进行下分类 因为太过于庞大的系统 不好管理啊 就好比这个大学今天招了一万个学生 那你一万个学生不能说一起上课吧 那这一万个学生就好比会计对象 我们要把这一万个学生根据他所报考的志愿分到不同的系里面去 不同的学院里面去 这就好比把会计对象分成了六个要素 那这六大要素还是比较粗糙啊 是吧同学们 你看我这一个会计学院有三千人 那我不能三千人一块上课吧 你还得把它们分成什么 班级 最终我们按班级来管理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会计要素呢 它还是糙 我们还要再分 分成什么呢 会计科目和账户 所以我们最终来表达会计业务的方式 是用会计科目和账户来表达的 他这个思路是什么啊 会计对象分成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呢 在继而细化 具体成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讲的是第二个梯队就是会计要素 我们会计呢 分成六大要素 按照它的业务内容 六大要素分成两大类 哪两大类呢 第一类 第一类 反映财务状况 第二类 反映经营成果 那么反映财务状况呢 我们又分为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这三个啊 那反映经营成果的呢 就是收入 费用和利润 这两大方向 这两大类分别会形成两大张主要的报表 那么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大类 财务状况的 那它将来会根据相关的数据编资产负债表 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类 它要编利润表 所以你看哈 我们的报表都是根据我们的要素来编制的 它的数据都来自于我们的账簿 我们的账簿是根据什么来体现的呢 会计科目和账户 这是我们会计的一个利润流程 大家要了解 首先我们按照顺序先来讲 反映财务状况的三大要素中的第一个资产 什么叫资产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 刘老师 我现在就拥有一块手表 那我现在就拥有一块 我就戴着呢 这就是我的手表 说我明天早上想去买一块手表 那个手表它就不是我的 所以什么叫你的东西呢 你拥有的东西是你的 那这拥有一定是过去的 所以这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我拥有 有企业拥有或者是控制的 我的确是不拥有它 但是我可以控制它 我让它的中心都为我服役 例如说融资租入的国家资产 我虽然说没有所有权 但是我可以终身控制它 那我也认为它是我的资产 那你拥有这项资产 它必须会有一个特点 如果没有这个特点 它也不是资产 它得给你带来经济利益 比如我拥有这块手表 我去上课 我看这块表上课 我讲课分号不差 我会得奖金的 这就会给你带来经济利益 那或者是说呢 你别拥有表了 你拥有一块西瓜 一车西瓜 这是你过去买的吧 你拥有这车西瓜吧 你将来把这车西瓜卖了 你会得到钱吧 诶 好 这是你的资产 你说我是拥有这车西瓜 我也是过去买的 但是我这车西瓜呢 我保管不上 它全臭了 你说它还是资产吗 哦 不是了 为什么 给你带回来经济利益哦 这就是资产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住这几个观念的点啊 过去的 你拥有或控制它 它能够给你带来经济利益 如果带回来经济利益不能用钱来表达 我们会计是不做账的 那么资产有两个确认条件 你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你才有资格叫资产呢 第一点 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好 大家要知道 会计上的很可能是50%以上的可能 50%以上就叫很可能了 你说90%以上 那就要基本确定 10%以上那就不太可能 所以它有一个比例的啊 第一点啊 因为我有这一车吸管 我有50%的可能性 我会把它卖出去让它给我变成钱 好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资源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也就是说你这项资产 你在拥有它的时候是有成本价的 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是知道的 这就是资产的确认条件 那么资产呢 按照流动性哈 我们把它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这里大家你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流动性 这个流动性啊 它其实是这个资产的变现能力 我们用特别通俗的话讲 就是变现变现就是变成现金的能力 或者是交易处置不受限制的能力 如果你的变现能力越强 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流动资产 反之就是非流动资产 就比如说同学们 咱们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啊 说你啊 特别会理财 家里有点钱呢 就想搞投资 家里有点钱呢 就想搞投资 结果呢 你就把你们家所有的钱都买了房子了 那这样的话你看 比如明天你需要买菜 你明天你需要买菜 你没有钱呀 因为你把所有的钱都买了房子了嘛 那你说我得去卖一套房子 然后我明天好去买菜 这是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呢 我把我大部分的钱都去买了房子了 然后我会留一部分活钱 在银行卡上放着 活期的 对吧 或者在手机微信里放着 那我明天需要买菜 我拿手机一刷 或者我拿银行卡去银行一取 马上就能出钱 这两点有什么区别呢 你像那个房子 那就是非流动资产 变现能力很差呀 但是你这个银行存款 对吧 还有你微信墙包里的这个钱 它变现能力就很强 它就类似于现金 它的变现能力就很强 它就是流动资产 理解了吧 主要是看变现的能力 那我们会计上 对它是有个界定的 大家看一下 流动资产呢 是预计在一个正常的经营周期中变现 什么叫一个正常的经营周期 这一个经营周期啊 它其实是从材料的采购 到生产到销售到资金的回笼 这个过程就要进行周期 你假如是在一个正常的经营周期中 能够变现出售耗用 或者是为交易的目的而持有的 也就是说 你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卖 随时卖 比如说我炒股 对吧 我今天买进 那明天涨势很好 我就马上把它卖出去 这就叫为交易的目的 一般我们会说这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案 这就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期一年内变现 或者自资产负债表日期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 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现金增加物的资产 这叫流动资产 总之这么长长的话呀 大家不用过度的去记它啊 你就知道什么呢 它变现能力很强 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交易 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把它卖掉 它会变成现金 这就是流动资产 那下面这些东西呢 大家你是要重点看一看的 流动资产都包括什么呢 有货币资金 这个货币资金 它包括三样东西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还有其他货币资金 这个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大家都能理解了是吧 它非常容易变现 那这个其他货币资金 主要是一些票证 你比如说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等等 它也类似于钱 应收及预付的款项 你的应收账款 你说你把货卖给别人了 你会长久的让它欠账吗 肯定不是 一般你会及时的收回 所以它的便利能力也是很强的 预付 你给它付了定金以后 一般的会在很短的时间 真的就会给你发货的 不会说付了定金 时辰海底没信了 那不太会 还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刚才咱们说过了是吧 就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谈恋爱 随时看见好的立可换 这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再一个呢就是存货 什么叫存货呀 存货存货就是存在仓库里的货 所以叫存货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库存商品 我们的原材料 这都叫存货 你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了长期的持有 它是变现的越快越好 同学们 对吧 你还恨不得今天买来的商品 明天马上就卖出去 所以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 这些叫流动资产 那么将来在添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流动资产要排在前面 资产负债表是按流动性排列的 流动性越强 越在前面沾着 流动性越差的 就这东西 越在后面沾着 所以我们看非流动资产 那么资产里边 除了流动的就是非流动的咯 像我刚才说的 你想买菜 卖房子 那这就是非流动资产 不理智的投资 对吧 以供引价值计量且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种东西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期的持有 还有长期滚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像这些科目呢 我们常规的业务里面 就很少涉及到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两个大家要清楚 什么叫固定资产呢 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房屋建筑屋 这就是固定资产 企业的机器设备 这也是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 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个概念 固定资产并不是说 固定在那不会动的资产 不是这样的啊 那固定资产里包括动产 也包括不动产 像房屋和建筑物 这是不动产 不会动的 它还有会动的呢 像机器呀 设备呀 单位里的运输工具呀 像车 这都是固定资产 它为啥叫固定资产 它叫固定资产的理由 不是因为它不会动 而是因为企业持有它的目的 企业持有这项资产的目的 如果说是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之中 保持实物形态不变 一般来讲使用期限相对会比较长 价格会相对比较高 这样的话就叫固定资产 你比如说我们单位同样采购了十台电脑 那么有两台呢 你用于办公 有八台呢 你用于销售 好现在怎么做账呢 同样都是电脑 对吧 那你得按用途做账 你不是有八台用于销售吗 有八台用于销售的这个电脑 它就是库存商品 因为它等着销售呢 那库存商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在餐库里等待卖的产品 那你有两台不是用于办公吗 用于办公就是为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 电脑永远是电脑 它随时不会变成一辆汽车 而且它的价值相对比较高 使用期限一般比较长 这个就叫固定资产 OK 一定要分清楚啊 那无形资产 比如说我是耐克 我是阿迪 那我这个商标 这就是无形资产 你比如说我是华为 我有5G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无形资产 商标啊技术啊专利啊都是无形资产 长期代贪费用 那么既然是长期代贪费用 它的贪销期就是大于一年的费用 一次性支付的费用大于一年 你比如说我租了个房子 对吧 我要干酒店 那我租了个房子 我要干酒店 我不是要装修吗 我装修花了三百万 那我这三百万的装修费 我需要在我整个的租期之内把它摊完 比如说我要租十年 所以我要把这三百万的租金 装修费摊到十年中出去 那么好 这三百万的装修费就是长期代贷费用 我要摊十年 那相对来讲 我一次性支付了一年的费用 一年之内 比如我一下子付了一年的房租 那这个不叫长期代贷费用 它是预付账款 还有一些其他的资产类 这是我们的非流动资产 那具体的在业务的讲解过程之中 大家再去了解那么它的应用 主要是要掌握这个科目的核算内容 也就是这个科目的含义 大家要会顾名思义 不要把它理解的特别的深奥 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去理解就行了 尤其是这个困境资产 你不要把它理解为不会动的东西 它会动 它是可以动的 它就是看用途 一定要分清 记住我给你举个电脑的例子 好 资产 那么一句话说呢 就是我拥有的东西 这是资产 那么负债呢 负债呢 那就是你欠别人的东西 比如说我 刘老师 对吧 我在昨天的时候 哎 和我的朋友借了100块钱 我打算明天和你借100块钱 你说哪个是我的负债 哎 同学们知道了 当然是我昨天和我朋友借的100啊 那是我的负债 我打算和你借 我还没和你借呢 咱这业务都没有发生呢 所以负债也是过去的交易 是想形成的一个现实我已经承担了的义务 那么我资产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我的企业 对不对 那我履行负债呢 我还债我就得花钱 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我的企业 所以什么叫负债呢 两个确认条件 第一 这个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要流出企业 那么大家想 资产是与这个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会流入企业 所以资产和负债它是一对概念 那另外我们讲资产的时候说 这个资产的成本是可以可靠计量的 那这里说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是可以可靠计量的 所以这必须都是什么业务 别管是资产还是负债 都是过去的业务 而且都是真实发生的业务 都是可以有确确金额的业务才可以 就是负债啊 那资产就是你拥有的 或者别人欠你的 负债呢 那就是你欠别人的 那么至于说我们欠别人的这个负债啊 它也是可以分类的 怎么分呢 按照偿还时间的长和短按 把它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如果说你欠的这项负债 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就要偿还 那么就是流动负债 什么叫短时间之内就要偿还呢 一年之内 或者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之内 你就得还 那就叫短期负债 也叫流动负债 它包括什么呢 短期借款 这个短期借款啊 指的就是你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的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以及等于一年的这个借款 所以短期借款它的期限是小于等于一年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开出去的商业汇票 这个商业汇票 它包括商业成对汇票 还有银行成对汇票 所以它都应付票据 那么票据的付款期 一般的纸质票据不超过六个月 电子票据不超过一年 所以是流动的 还有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就是你因为采购而欠别人的货款 这个也不会让你偿欠的 预收货款 预收货款呢 那就是你为了销售而收的别人的预付款 应付着工薪酬 大家想想 你们当然如果说长年的不给你发工资 你还给他干嘛 肯定走了呢 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你怎么可能欠得下国家呢 我们快递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 但是就是不能不报税 对不对 你得在国家规定的时间之内把税款给他缴上 晚一天都不行 所以应交税费也是短期的 应付利润 还有一个其他应付款 这个应付利润我们不放在这里来讲 我们看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指的是什么呢 你除了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日收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等以外 所有的应付款项都走其他应付款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其他应付款 核算的内容是很广的 别人都不要的 我要 你要注意啊 快递科目 他核算的内容 具有什么性 具有特定性 每个快递科目 他就干这个活 别人替不了 替不了他 应付票据就是干的是企业开出的商业会票 他别的活不干 所以说别人都不要的 我又应该付 那我就走过其他应付 你比如说 且从其他单位借钱 那我刚才说了哈 企业如果说是从这个银行借款 期限比较短 就走短期借款 如果企业从其他单位过个人来借款 那就走其他应付款 企业如果说欠材料款欠货款 那就走应付账款 欠工资就走应付职工薪酬 欠税就走应交税费 如果企业欠房租呢 你看没有吧 那就走其他应付款 所以其他应付款啊 你比如说 你收的这个押金 收的这个押金将来是要退的吧 走其他应付款 还有你欠的租金 走其他应付款 还有你从其他单位和个人那儿 取得的借款 走其他应付款 那么流动负债之外的 就是非流动负债了 这个非流动负债呢 也就是长期负债 它的偿还期一般是大于一年的 你比如说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等等 我们平时呢 用长期借款用的还比较多一点 接着我们说所有的权益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有一百万 我有一百万呢 这是我的资产 但是这一百万 是不是都归我所有呢 这个不一定 得看这一百万是怎么构成的 比如说这一百万中 我自有五十万 我还从银行贷款带着五十万 那这样的话 我手里也有一百万的现金 但是呢 属于我自己的呢 只有五十万 那五十万是我负债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这一百万 就是我的总资产 我的总资产 扣掉我欠银行的这五十万 剩下那个五十万 就是我的净资产 我们把它叫所有者权益 这个所有者权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个虚胖 它不等于强壮 不是说企业资产很大 就证明这个企业很有钱 那么你要看它资产的构成 这是我们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才真正的体现了企业的实力 你到底有多少钱 那它呢 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啊 一个是我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这就是所谓的无本不起利 你呢 往企业里投入的资本金部分 这个投入的资本金 它也就反映了 你在企业所占的份额 你就凭你在企业里所占的这个份额 也就你的出资比例来承担责任 同时享有利益 这叫资本决 那第二一点呢 叫资本攻击 那么什么叫资本攻击呢 资本攻击啊 是归所有的啊 所有者们共有的 它不是经营所得 它一般是来自于投资阶段 主要包括资本溢价 还有其他资本攻击 资本溢价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我和你建立了一个公司 每个人出自100万 后来呢 过了几年 咱们公司干的越来越好 有个张三想进来 想跟咱俩平起平坐 那这个时候把注册资本提到300万 这个张三也想拿100万 和咱俩平起平坐行不行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跟张三谈 你想进来 跟我们两个平起平坐 可以 但是你得花200万 来买我100万的股份 那这样的话呢 它给了我们200万 但是我们只给它 市售资本100万 多的那100万 就是资本溢价了 这个就形成资本无击 还比如说买卖股票 股本它的面值就是一块 那么你拿到市场去发行 这一张股票可能会卖到几十 甚至上百 那比如说一块钱卖了100块 那么这一块钱是你的股本 那99块钱就是你的资本溢价 这一部分形成资本攻击 还有一部分呢是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顾名思义啊 这就是因为收益产生的留存 收益在企业里边那就是利润啊 因为你企业有利润 所以我们就留在这企业一部分 这叫留存收益 那么留存收益呢是归所有者所共有的 由收益转化而形成的 它主要是两部分 一个是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 统称盈余公积 还有一个呢是尚未分配完的未分配利润 所以你的盈余公积是从哪里来的呢 盈余公积啊是从当年的净利润中 按一定的比例提取出来的 那么当年的利润是不允许分光吃尽的 必须留下一部分 这就是未分配利润 所以这两项都来自于企业的盈余 那么它留在了企业 构成企业资本金的一部分 那将来呢这个留存收益 比如说这个盈余公积 它是可以转赠为企业的实收资本的 这是我们关于所有的权益给大家做的介绍 那以上呢我们就把反映财务状况的 这三个快递要素给大家说完了 接着我们说反映经营成果的 这三个要素的比较简单 收入费用利润 收入费用利润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成果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 那么它们编制的是我们的利润表 什么叫收入呢 简单理解一下啊 收入是企业在日常的活动中形成的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两个字叫日常 日常就是经常发生 它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不是偶尔发生一次 你比如说有人给你们公司捐款100万 你说这是收入吗 想一想 有人给你捐款100万 首先你断定它是经常会发生吗 经常有人时不时的给你们公司捐个几百万吗 那肯定不是 那是偶然发生的 偶然发生的这种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它不叫收入叫利得 那么我们核算利得的时候呢 要用到另外一个科目叫营业外收入 所以日常活动指的就是正常的营业活动 这个才叫收入呢 如果因为非正常活动引起的不叫收入啊 所以收入一定要强的一个什么性呢 日常性 收入的增加最终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因为收入的科目最终要转入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资没有关系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因为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它不叫收入 它叫什么来着 刚讲过的 所有者如果投资叫实收资本 它怎么又是收入呢 对不对 所以收入就是经常会发生的 你拿你们企业的这些设施和条件 通过生产啊 加工啊 提供服务啊 赚回来的钱 这个叫收入 那么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满足以下条件的时候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就确认收入 这个实际上它说了我们关于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像这种问题啊 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一般的话呢 我们收入如果要实现的话 首先你要签一个销售合同 你在这个销售合同之中 会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的很清楚 啊 界定权利义务界定的很清楚 那么权利义务界定清楚以后 我们还会有相应的产品的交付啊 啊 还有货款的支付啊 这些条款 把这些条款都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了 货已经发出去 所以全已经转移 收付款方式已经说明 那么此时你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所以收入确认的这几个条件 他们作为了解内容就可以了啊 一般的话呢 我们在工作中 收入的确认 主要是看一看 它增值税发票的开具 如果说你开出去了发票 那么你就必然要全收 这个企业的收入呢 它是有主次的 就像我们在前面讲 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 你可以是卖材料 也可以是卖商品 当然你主要是卖商品 那么偶尔的可能为了降低一下库存呀 对吧 回笼一下资金呀 或者解决一下流动资金的短缺呀 可能会处理一下材料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收入就会分主次 所谓主营业务收入 这就是你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 给你带来的收入 就你们单位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我们单位呢 主业是卖饺子 对吧 那么卖饺子的收入 就是你主要的收入 可是我呀 这一批面粉呢 囤的太多了 到了夏天发这个面粉呢 那个发霉 起球 长虫子 坏了 那我需要把这个面粉呢 卖掉一部分 然后我再去买新的面粉 好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其他业务收 所以其他业务收呢 就是和我们这个主业呢 有关系 但是呢 它不是主业 是擦边业务 就是打擦边球 你比如说我们工业企业 把这个材料卖掉 刚才我们举例子 对吧 还比如说呢 我们有一些闲置的设备呀 厂房啊 生产线呀等等 你可以把它租出去 那么你租出去 不是会得到租金吗 这个租金也是其他业务收入 那我这里给同学提示一下啊 有同学可能说 我们单位就是干租联的 就是靠租设备过 或者我们单位呢 就是个写字楼 它就是靠收房租活着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你不要忘了啊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企业 工业企业 所以工业企业 最主要的业务是卖商品的 那么除此以外 跟它业务贴边的 都叫其他业务收入 那这个问题啊 注意同学们 如果你就在租领公司上班 你就在这个写字楼里上班 你们单位主业就能租金 那就是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所以这个要看企业的类型 这是我们关于收入 给大家做的介绍 有收入结果有费用 费用里面包括着成本呢 所以费用是个大概念啊 费用里面包括着成本 费用分两部分在企业 它分为有对象的 还没对象的 这费用还挺有意思 还在找对象 就是它能够找到对象的这个费用 它叫成本 找不到对象 共同受益 普遍受益的 它叫期间费用 这是大方向来分 你比如说我作为新美公司 我生产热热器 对吧 那我为了生产热热器 我买的个什么内胆呀 什么什么房电墙啊 电线呀等等 这些材料 它中间会成为你的什么 成本 对不对 那你花的这些钱 它就是有对象的 它就是为了生产热热器 这个产品服务 因此这一部分费用 它就叫成本吧 那比如我还可能会有一些管理人员呀 销售人员呀 办公经费呀等等 这些都是普遍性收益的 它就叫费用了 要注意啊 费用是包含着成本的 分为有明确的对象 还有普遍收益 两个方向 那么费用呢 也肯定是起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也强调什么性 日常性 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 跟收入就相反了 费用越多 所有者权益最终是要受到充减的 那么它与 像所有者分配利润没有关系 因为像所有者分红 它不是费用 费用不是说老板受益了 而是企业经营受益了 那么你要想确认为费用呢 首先呀 它与费用相关的经济利益 它的流出企业 你比如说我今天买材料 花了300万 那300万得给人家 而且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结果呢 导致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增加 这个也很好理解 比如今天同学们 我们发生一笔费用 要么你就给钱 要么你就欠着 这不就是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增加吗 另外呢 你这个费用的金额是多少 你可以可靠的计量 你得知道成本费用是多少 有个具体的数 那按照我刚才给同学们做的解释 费用它分为两块 一个是有对象的 一个是没有对象 那么这个有对象的就叫成本 没对象普贵性的就叫期间费用 那么有对象的这部分就形成了生产成本 那构成一个产品 它的成本主要是由三块构成的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我们一般简称为料工费之盒 比如说我生产这支笔 对吧 那我生产这支笔呢 我需要用一些材料 假如说我的材料是两块钱 我生产这个笔呢 我要用一个人工 一个人工是一块钱 那为了生产这个笔 我有车间有设备有车间主任 这个费用又摊过来一块 那我的料工费加起来 我这个笔的成本就是四块钱 这个意思啊 三项相价 第二呢就是期间费用 这个期间费用呢 它不计入成本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说呢 整个企业共同受益 分不清是谁受益了多少 那一般的会分为三大期间费用 叫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这三大期间费用啊 那你有了收入和费用了 我们收入和费用相互对比 会产生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呀就叫利润 所以利润是什么呢 利润就是收入减去费用 利润减去损失后的净额 那我刚才给你们解释了什么 叫利润了 对吧 就是特别偶然的一笔收入 叫利润 那有没有特别偶然的一笔支出呢 有 比如说我们单位有对外捐赠100万 或者是呢 赶上地震了非常倒霉 把那个仓库给震塌了 发洪水了 把那个仓库给冲跑了 这是非常偶然的一种损失 它就叫损失 走营业外支出 所以大家在这里要知道啊 收入和费用它具有日常性 经常会发生的 那利润和损失具有偶发性 偶尔会发生一次 因此利润和损失要用营业外 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来进行合算 那别管是你日常的收入费用 还是你非日常的利润损失 它都会形成你利润的一部分 因此呢 利润的确认依赖于收入和费用 以及利得和损失的确认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利润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的收入减去费用 因为收入和费用都是日常的 所以日常的收入减去日常的费用 就得到日常的利润 那么这个日常的利润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营业利润 营业不就是日常吗 那么你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之上 加上这个不正常的收入 营业外收入利得 对吧 减去这个不正常的损失 营业外支出 这就是你的总利润 我们把它叫利润总额 那你是用利润总额 作为计算的基础 给国家预交企业所得税的 所以我们给国家预交企业所得税的 计税基础是什么 同学们注意 是利润总额 也就是你的利得和损失 也要去参与所得税的计算 那利润呢 是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可能是个证数 也可能是个付出 都有可能 而且这里同学们 你要注意 有没有人告诉你 利润总额 一定要大于营业利润呢 没有啊 因为比如说你只有损失 没有利得 那你的利润总额 还会小于你的营业利润 这个是我们收入费用 这三个反映 经营成果的要素 因为利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我们再看一看利润有哪些特征呢 利润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 就是你企业能不能挣钱呀 你说要想看你企业有没有钱 要看你的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对吧 但要想看你企业能不能挣钱 得看你的收入费用利润 第二点呢 利润结构是合理的 它是收入和费用相配比 而且它把你正常收支带来的利润 还有非正常收支带来的利润 是分层次的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利润 是一个分布式 多布式的利润表 第三呢 企业的利润就有较强的 获取现金的能力 因为你的利润给你带来的是一定的现金流 但是你有100万的利润 就意味着你有100万的现金吗 那个不是 因为你有利润肯定是你的收入大于了你的成本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收入中间会变成现金的 有时间长短的问题 第四呢 影响利润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 那利润的计算呢 有较大的主观判断成分 它结果呢 可能会因人而异 因此它就有可操作性 好多时候我们人为的是可以调节利润的 但是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去做 比如说这个月呢 觉得利润太高 我就把费用稍微增大一点 把收入呢压一压 都是不对的啊 要如实的反映我们的经济业务 这是关于利润的特征 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它理解呢 希望更深刻一点 以上啊 是我们关于会计最基础的一个理论知识的一个概括讲述 主要是说了咱们会计中设计到的六大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 在这个讲解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设计到了一些会计科目的简单介绍 那主要的详细的会计科目的介绍和用法 主要是还在我们接下来这套实务账中 用做业务的方式去给大家做说明 那希望大家对以上的哈 六大要素的讲点内容 再仔细的把它多看几遍 尤其是原来会计基础学比较薄弱的同学 或者第一次啊 接触会计理论的同学 你更要多看几遍 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的话呢 你接下来做这些业务的时候 才可以调动起来你大脑中会计理论的知识储备 才可以快速的反映出来 这些业务到底怎么做 到底用哪些会计科目来处理 这是以上六大要素的学习